欢迎回到57健康同学会 我们刚介绍了四个水 第五个水是昆布水 那昆布如果泡成水以后 有什么样的营养呢 你不要小看这个昆布 昆布是日本菜最主要的汤底 它里面含有的海藻酸跟核藻素 这两个是一个一般化的熬合剂 所以它熬合很多东西 像胆固醇 糖分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重金属 芊跟葛 所以第一个它有帮你去掉废物 毒物的功能 所以第一点 那现在正需要呢 应该多喝一点 重金属太多了 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甚至有一些研究 拿荷藻酸去做的研究说 昆布本身可以降低大肠癌的发生率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没有吃它 如果只是泡成水 它这功能还有吗 有呢 因为刚才我们泡成水的方式 不知道要切得很细的形式 那切那么细之后 那个核藻酸就会从那个组织壁里面 出来 用水泡久了之后 它会融出来 所以它是很有趣的一个植物 而且用很多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大家很难想象 它有鱼里面 你认为有的EPA跌绝 它也有 它也有了 其实很多人用 所以这个海带我们要产 是比较好